一到清明节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扫墓 祭拜祖先 在祭拜祖先的时候 会有着上坟烧纸的习俗 而这个习俗 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是表达我们对祖先的敬意 在不同的地区 有着不同的习惯 比如在一些地区 在那些地方他们会烧包袱 就是要给去世的人烧纸钱用品 在烧的时候就要写包 里面夹杂着敏闭 这样每个人都能够收到钱 可以看出在那些地方 祭拜其实是非常繁琐的 但是很多人还会去做 希望能够得到祖先的庇佑 小张有一个同事告诉他 他在农村的时候就有着这样的习惯 同事一写就写了两天 每张纸上都有着名字 对于他们来说 扫墓祭拜是一个很严谨的事情 万不可疏忽 他们在扫墓的时候 还会带着贡品和纸钱去扫墓 也有着讲究的 如果带错了 就会给自己带来霉运 一定要小心 一 上坟祭拜 不能拿那三种水果 祭祖还有祭拜的时候 是有着很多的讲究 在扫墓的时候 除了要带鲜花 还有纸钱 我们还会带着贡品 我记得以前扫墓的时候 家里的老人就会说 当季的水果是比较好的 但是也要注意 不是每种水果都可以拿来当贡品的 老人告诉我 有着四种水果不能带 不然就不敬 第一种是寓意不好的水果 比如梨 因为梨跟梨是同音 在古代的时候 梨就是离开的意思 如果你在扫墓的时候带着梨 意思就是要与仙人分离 而我们与亲人分离 本来就让人痛苦 如果你用梨来祭拜他们 祭祀的心情就会变得很沉重 祭祀应该是表达亲人 对梨是人的一种祝福 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带着梨去祭拜 第二种就是成串的水果 像葡萄之类的 虽然吃起来香甜 老人和小孩子都愿意吃 而且一串一串的 象征着多子多福 很适合用来送礼 但是祭祖的时候 却不能够摆上桌子上 这些成串的水果 有着成串跟仙人走的意思 是不吉利的 所以成串的水果 是不能够拿来祭祖的 有一次陪着家里人去扫墓 当时准备供品的时候 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带着葡萄 还有荔枝之类的成串水果 去祭拜 祭拜大概有着几个小时左右 回到家之后 感觉头很晕 身体也不舒服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回到工作的地方 就没有再头晕了 后来在看书的时候 才了解到 扫墓的时候是不能够带成串的水果 不然就会倒霉 第三种是空心的水果 比如蜜瓜 因为里面是空心的 如果你带着空心的水果去祭拜 就意味着无心祭拜 有着对仙人不尊敬的寓意 就违背了我们祭祖的初衷 二 祭拜的烧纸禁忌 我们在清明节或者中元节的时候 会去上坟 这是流传已久的习俗 这些纸钱都是烧给祖先的 但是很多人对于烧纸的习俗 还有细节不清楚 烧纸钱的时候 跟时间还有烧纸的纸钱都要注意 如果不注意这些问题 祖先就会不高兴 你在晚上的时候 就很容易做噩梦 在风水学中 有着十个禁忌我们要注意 第一种 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现在的印刷技术 可以印出很多花样的钞票 那些人在祭祖的时候 就会去选择好看的 独特的 而且面额还很大 一下就有着几十个亿 但是实际上 这个钱不实在 你烧给祖先 会惹得他们不耐烦 不实用 但是不是说就不可以烧 在烧传统的纸钱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烧一些五颜六色的敏币 因为地底下有着孤魂野鬼 他们就喜欢这样的 可以烧一点钱打发他们 这样他们就不会去招惹祖先 第二种是一刀上好的纸钱 在以前的时候 这样的都是用纺制的 洋元一个一个地打上去的 现在都是用着比较好的黄草纸 用一张百元大钞压在上面 要让人感觉这一百元是一个印章 从右到左 再从上到下整齐地盖上去 将整张黄草纸都给铺满 这样钱才是实在 在地府用的时候就很有面子 所以最好不要用其他的纸 不然惹怒的鬼神 就会遭受到霉运 第三种就是叠纸钱 一刀烧纸要分成七八份 以对角线的方式折两次 这样烧就很方便 因为厚厚的一整锣烧起来 不彻底 现如今的很多人都不愿意 去叠纸钱嫌麻烦 所以往往这样的人 生活中就会遇到很多不顺的事情 第四种就是烧纸钱的时候 准备的打火机 最好是那种防风的 因为在七月十五 阴气会比较重 风就很大 与此同时 你还要准备一个小棍 这样方便你在烧纸钱的时候 能够让纸钱充分燃烧 可以就地取材 用完之后就要扔掉 这样是方便祖先能够收到纸钱 第五种就是 烧纸钱的时候 时间也要注意 有的人喜欢在上午或者下午的时候烧纸 要注意的是 白天烧纸的时候 还要默念祖先的名字 以及称呼 这样烧纸钱才能烧给他们 不然如果直接烧 他们是不会收到的 最好的烧纸时间 可以天黑之后烧 去烧纸的来回路上 遇到纸钱一定要绕开 不能够踩到 有时候 路口上摆满了纸灰堆 想绕都绕不了 这样的情况 就要小心地穿过去 在过去的时候 要说一句 对不起 借过 要表达你的诚意 不然就会沾染到阴气 第六种是 烧纸钱的时候 要在地上画一个圈 但是不能够将自己圈在里面 还要在祖先居住的方向 留着一个缺口 这样祖先就能够进来来拿钱 而且 还可以防止其他孤魂野鬼来抢钱 第七种烧钱的时候 表情一定要严肃 一定要稳重 不能够随便嬉笑打骂 既然去烧纸钱 就一定要对祖先恭敬 这样祖先就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意 保佑你 让你事业学业都能够顺利 第八种就是 虽然我们一直提防着 那些孤魂野鬼来抢纸钱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也要给他们一点钱 因为他们没有亲人送钱 是很可怜的 所以在烧纸钱的时候 可以在圈外丢几张钱 这样他们就不会来反祖先了 第九种就是烧纸钱的时候 一定要念着谁来送钱了 这是在向祖先表达你的敬意 一定要传承下去 家里的老人在扫墓的时候 就念着 今天来看你了 在地底下多花钱 多给自己买一点东西 等等一些话 除了表达了我们的思念的情感 同时还能够让祖先想着我们 保佑我们 第十种就是要做一个有始有终的人 一定要烧完纸钱才能够走 不要急躁 不然就会让祖先不高兴 因为纸钱被风吹走之后 会被乌魂野鬼抢走 而且很容易引发火灾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有网友在网上说 有一次邻居告诉我 他在烧纸钱的时候 就是没有注意到 烧了一会儿 有个人找他有急事 就临时走开了一会儿 谁知这个时候 乌然刮起了大风 纸钱被吹得到处都是 幸好当时邻居回去的急时 将所有的纸钱全部放在一起 不然就要引起火灾了 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还梦到了家里去世的老人 老人坐在凳子上很不高兴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邻居就在想 估计是烧纸钱的时候 纸钱到处飞 所以在第二天的时候 邻居又烧了纸钱 这才没有梦到了 上坟烧纸钱 是一个祭祀死者的活动 我们在烧的时候 一定要新城 还要注意 扫墓祭祀祖先的时候 什么该带 什么不该带 不仅会积累你的福报 这样 他们在另一个世界 也能够感受到 你对他们的思念 那些足足备备的人 才会保佑我们 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